关于重阳节的习俗 重阳节一般会包括出游赏景 登高远眺 观赏菊花 便插猪鱼 吃重阳高 饮菊花酒等活动 登高赏秋与感恩敬老 是当今重阳节日活动的两大重要主题 重阳节 是中国传统节日 节期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登高的风俗历史悠久 古代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 不重阳节又叫登高节 重阳登高习俗源于此时的气候特点 以及古人对山岳的崇拜 登高的地点没有统一的规定 登高所到之处大致分为登高山 登高楼亦或是登高台 登高是重阳节最具标志性的风俗活动 古人热衷于在秋高气爽的季节登高 最初是为了驱邪避灾 后来逐渐变成休闲雨 保健强身 寄托情思的文体活动